第二阶段公费流感疫苗在今天开大 提供50到64岁的族群接种 秋冬季节除了要防范流感 新兴的新冠变异株也要留意 尤其是XBB跟BF.7都已经在台湾社区献中 有专家指出现在看起来XBB病毒在亚洲较盛行 但是在欧美传播率高的BQ家族 也可能会跨区传播到台湾 而新变异株从入侵到大流行 大概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所以专家推估下一波疫情最快 可能会落在农历春节左右 真一打下去就痛到忍不住惨叫 热血主持人徐展元刚好满50岁 就赶快来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而另一头的指挥中心发言人 庄仁祥却很淡定 全程面不改色 公费流感疫苗第二阶段开打 各个社区接种站也同步矛起来打 有台北民众趁着没下雨 刚好路过也来接种 秋冬季节除了要防范流感 新冠病毒也还在继续侵袭 现在全球三大新兴变异株中 XBB跟BF.7都在台湾出现本土个案 其中XBB病毒主要在亚洲流行 对台湾威胁大 不过感染科医师黄高斌分析 在欧美盛行的BF.7跟BQ家族 可能也会因为当地没有什么防疫措施 导致病毒快速拓展到其他地区 因此接下来哪一株会成为台湾的主流病毒 还要再观察 但要达到一定的流行程度 需要三到六个月的时间 因此推估下一波疫情最快 可能会落在农历春节 专家认为BQ病毒家族在欧美盛行率高 未来也可能会超过XBB 在亚洲大流行 后续还需要多加注意 接近我们的